台北艺术大学一名学生把校安通报内容PO在脸书上面 并且描述说为什么要刻意提出原住民呢 引起学生热烈的讨论 原来是学校的校安中心对学生发布校安通报 内容指出近期校园内有一名原住民男子 身穿白色运动服、长发制儿等消息 要学生注意这名男子的诈骗行为 但是学生认为校方刻意指出原住民有歧视之意 不过校方解释说是按照来检举通报的学生描述内容 并没有特别的意思 有学者指出现在的媒体喜欢把负面或者是犯罪行为的新闻 标示出是原住民 这在台湾的主流社会已经是一个所谓的内化歧视 针对这次学校发布的校安通报 学者说学校有可能被媒体影响 认为这样已经是违反了原住民族基本法 我想这个很明显它就是违反原基法 而且它基本上它是一个种族的歧视 种族歧视即使说我不是原住民 你不是歧视我 你如果是歧视我的话 我可以在各方面 我可以可能我可以提起诉讼 但是你就算不是歧视我 我们作为一个公正的第三者也好 或者说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 你都可以认为说这是违反到我的宪法感情 所以要求说你要把这个撤掉 这次学校商通报因为特别把原住民学生标示出来 学生认为是歧视 学校目前的做法就是先把校安通报移除 至于会不会删除原住民字样还要再讨论 不过学者表示只要符合原住民团体组织 或者是个人都可以向检察官告发 有检察官实际的侦查 再送到原住民的专业法庭来审理 谢谢大家收看卡洛特别是采访报道